王林与慕冰梅在云海星域重逢 可怎料慕冰梅体内被拓森留下烙印 而王林的位置便会因此暴露给拓森 书接上回就在王林再次见到李倩梅陷入沉默之后 李倩梅主动开口说道 你这百年过得可好 王林淡然地回应道一声还好 李倩梅丝毫不在意王林的冷漠 反而继续说道 谢谢你的法宝 他伴随着我在裂缝战场上度过了孤独的百年 再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了 王林沉默了片刻后 缓缓开口说道我会去送你 李倩梅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又轻叹道 我这次离开要很久才能回来 或者再也回不来了 我曾经是一个孤儿 世尊把我捡来抚养长大 并让我拥有了如今的修为 所以前往妖宗战场就是我的命运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你会记得曾经在你的人生中 有一个叫做李倩梅的女子 匆匆而过吗 王林听完这番话 心中不禁有了一阵阵刺痛 他看向李倩梅点了点头 轻声回应到一声会的 李倩梅得到王林的答复后露出笑容 只不过这笑容中透露着一丝凄凉 其实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王林 他没有告诉王林这百年来对他的思念 没有告诉王林因为那只金色鲜笔的遗落 他拼着重伤也要重返战场将其取回 更没有告诉王林他眼下来到无极踪 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要知道能在妖宗战场上离开的唯有死人 可他却违背了妖宗高层的决定 选择了中途离开 只为能够再见一眼那个思念百年的人 而这一切他若不说王林是不可能知道的 下一刻王林拿出了李倩梅先前赠你的手镯说道 谢谢你是他救了我一次性命 李倩梅看到手镯后眼嘴一笑 轻声说道我记得上次把他扔了 王林神色古怪地回应道 是我后来无意中捡到的 其实这句话说出口之后 王林自己都有些不会相信 李倩梅则是点头说道 原来是你在无意中捡到的 王林自然看出李倩梅有些误会 但却又不知该怎样继续解释 于是便拿着手镯想要将其交还给李倩梅 然而李倩梅在仔细看了王林一眼后 便转身离去 并背对着王林说道 他是你捡到的 你将他还给我 我依旧还会丢掉 不过你要记得刚才答应了我 这次去送我离开 王林拿着手镯长叹了一口气 直至李倩梅的身影彻底消失后 他又将目光落在了庭院之外 那里站着另外一位容貌精士的女子 王林对于木冰梅同样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这种沉默又与李倩梅有所不同 似乎在王林的人生当中 除了李倩梅外 总会有一个叫做柳梅或是木冰梅的身影相随 朱雀星便是如此 罗天星玉也是这样 没想到云海星玉依旧如此 两人在互相注视了片刻后 木冰梅主动走到王林近前说道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你 王林冷声问道 你为何会来云海 木冰梅苦笑着回应道 你可认识一个叫做拓森的古神 他从朱雀星成功脱困了 罗天大军在拓森的屠戮下 撤回了罗天星玉 似圣宗也被拓森入侵 伤亡惨重 青龙圣皇至今生死不明 但修真联盟的总部 却不知为何 没有引起拓森的注意 得以幸存下来 王林得知这些消息后 眉头紧皱 他没想到拓森脱困后 会在联盟星玉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木冰梅看到王林神色的变化 犹豫了片刻才继续说道 你最关心的宇之仙界并未受到破坏 拓森也曾经去过 不过在宇界外被清零先帝阻拦 两人似乎达成约定 拓森便就此离去 你当年将如而带走是正确的 以他的修为留在昆虚之境 恐怕难逃一死 如今昆虚之境所有修士战死 就连守护昆虚的吕前辈 也丧命于拓森之手 这才为我换取了一丝逃命的机会 庆幸的是三代昆虚圣女 与云海神宗有救 神宗大长老欠他一个勤奋 故此我以秘术逃亡到这里 希望能在神宗修炼 让自身修为重回巅峰 亡灵的心神很久之后都没有平复 对于拓森的出现 他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可此刻听到慕兵梅的话语 却仍然对拓森充斥着深深的恐惧 紧接着亡灵一步迈出 并指如箭点在了慕兵梅的眉心处 慕兵梅对此并未闪躲 他似乎是猜出了亡灵想要做什么 果然片刻过后 其眉心处有一团古神气息闪烁而出 不过这团古神气息非常微弱 外人根本无法察觉 只有同样身为王祖古神的亡灵 才能清晰地感受到